好春天到了带大家到杨明山赏花 杨明山花季今天开始登场 今年花季是以练练草山作为主题 不过呢说到了春天的天气 有人用后母脸去形容 真的是天气变化的非常的快 像是昨天还觉得在北台湾天气很暖和 没有想到在今天整个大变天 主要是因为封面通过 以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在今天开始温度骤降到14度 要等到星期天温度才会逐渐回暖 整个杨明山上一片红 满山开满了粉红色的山樱花 还有各种颜色的杜鹃花与桃花在蒸汽豆艳 今天杨明山上气味适中雨量少 让樱花开得比往年还要茂密 2400多颗的樱花开了将近四成 成为历年来最美的花季 一大早就有许多民众赶着上山目睹美景 其中甚至有从国外与福建来的游客 樱花特别多一点而已 所以你觉得这里有樱花特别多 喜欢吗 蛮不错的 我为什么卖杨明回来 当你回来的真是时候吗 因为听说今年的花是历年来开得最漂亮的 这样子哦 哇那真好真好啊 受到封面与东北季风的影响 20号北部地区气温骤降6度 短暂有雨 阳明山上一早就飘着毛毛细雨 不少人穿着大外套 趁着伞着赏花 转到气上去提醒山区的温度变化比较大 平均比平地少上5度 提醒民众上山赏花要期待雨具与雨寒的衣物 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花特别美啊 有 有 听花是不是开得特别漂亮 不过有个好消息 从21号开始天气转为多云 星期六日北部地区气温回暖降雨几率不高 适合民众上山赏花 今年的花季以练练草山为主题 20号下午正式起跑一直持续到3月22号 想赏花的民众要赶紧把握时间 春天新闻女学号 蒋新梅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20号下午4月7日之后